亲爱的朋友 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信徒第二代他们的信仰 我知道你也关心你孩子的灵命 所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养育爱主的第二代 我们在讨论这个责任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神圣的负担 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成为孩子爱主的榜样 当然我们一定是要尽到责任教导孩子 神的话语 圣经的知识 我们也帮助他们来沟通 来讨论 来鼓励 来提醒 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再一次说 那就是要成为他们爱主的榜样 这个做榜样的事情 一个许多研究的报告 他们去采访 从信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 这些是上教会的孩子 他们长大成年以后 但是继续持有信仰 当他们去采访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问 告诉我们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父母亲 使得你愿意来持守信仰 他们的答案是 我有一位敬前的母亲 这就是那个答案 的确一个母亲爱主 是使孩子愿意能够继续来侍奉神 持守信仰最大的推动力 有敬前的母亲 就好像提摩泰他的母亲 马可他的母亲服侍主耶稣一样 也跟我一样 我也一位敬前的母亲 也常常地帮助提醒我 他们愿意为主摆上 他们是不计较 他们是真实的 然后在不论是在奉献 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甚至对人的所谓的真诚 都看出来 他的信仰是真实的 而且那样的影响 也在我心中 然后知道 我的母亲不但在为我祷告 他的确他是尽他的力量 在爱主服侍 当同样的报告 他们再去问 你为什么还要持守你的信仰呢 你的爸爸是如何 很惊讶的是 他们没有提到 他的父亲是基督徒 提到父亲的时候 能够真正有 对孩子有影响力的是 那在教会有参与服侍的父亲 弟兄们 我们不能只是做挂名的基督徒 要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有影响力 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爱主的榜样 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 或者是在让孩子知道 我们是愿意服侍的 同样的我也从我父亲 也学习到 他是服侍神 不是看人的眼色 也不是因为别人说什么 就影响他的服侍 这教导我 父亲的信仰是真实的 他爱主的那个不放弃 我值得效法 亲爱的朋友 你是个敬钱的母亲 你是一个服侍的父亲吗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在孩子面前 在孩子的生命里 总是他们爱主的榜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